今天是承越带小家的泥 其实我收到挺久的了 之前这个泥好像比较硬 咦没开封我怎么知道它比较硬 这个好像两包中药 我又想起我之前喝中药 花了我900多块钱 哎呦这喝得我那个胃里翻江倒海天昏地暗的 结果喝完之后 身体上啥感觉也没有 精神上也没有收到胃剂 就是经济上损失了一些 不是说中药不好 就是见效慢又很难坚持 所以最后就放弃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哦这个是外面做了一个这样的 挺有质感的纸卡片 然后牛皮纸袋 白马少年最春风 我开始忘了小年 盒子凹进去了 这种铝盒挺有质感的 但是一碰它就是一个大坑 这个有点像那种 初中小学那个语文课本里面 那个插画 把干边去掉 不然影响这个泥的状态 放正了吗 帮着这个圆圆的小小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藏安花 哇这个胶也太耐放了 放了两三个月了 怎么还这么硬 底下有金箔 桂花糕 胶起比较皮 太耐放了 成月蛋小家的香味 挺有特点的 虽然淡淡的吧 但是挺有记忆点 有一点柜价相形的感觉 加一点甘油 你再也不会那么贵了 最近又听说以后那个物价要上涨 这是走骂呀 软化前皮皮的 软化后之后就像脱骨趴鸡一样那种质地吧 太阳一出来我又看不清屏幕了 然后现在变得丝滑了 扯不清顺丧的 我上周碰见一个小女孩 她上二年级 她真的好懂事好自律啊 就是不喜欢玩电子产品 就喜欢学习看书的那种 天呐特别乖 就是太乖了乖的有点过头了 可能就只是我自己这样想 我这个人比较敏感 就是比较自作多情 你们懂的 我就老感觉她在察言观色 看大人的眼色 就是乖的 我说她喜欢玩这个史莱姆吧 我说我挑点好玩的给你 她就下意识的去看家长 然后就说 不要 我不要 我不玩 哎呦 干嘛那么懂事吗 就啃个西瓜都那么乖 不过也可能我们俩输了以后 她就不这样了 我小时候也有点这样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也特别喜欢学习 但是后来怎么就不喜欢了 发生了什么 我和学习之间 发生了什么 就是突然就变得矛盾重重了 这个起完炮之后 制动了很多 那起炮叶添加的不错 属于后期可以发力的后期型选手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姑 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依赖她 就见面了一两个星期 那时候在我奶奶家住 我就对这个小姑情有独钟 我就特别依赖她 就特别喜欢跟她在一起 以至于最后她回老家了之后 我天天就是 从鸡脚干哪里翻出几毛钱来 去公公电话那儿给她打电话 就特别想她 但这种感情大概持续的 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 因为见不到了 再后来就是很多年之后 见到她了 她都是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然后我见到她之后 我就特别的陌生 就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会那么依赖她 是不是太缺爱了 承越在想的 您还是很耐玩的 这起泡起了快一百下了 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扎感 捏起来也顾唧顾唧的很舒服 这次起泡液应该是用的比较好的 看下一个回血包 草药包 这个印的玉兔耶 好可爱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中秋节的一个主题吧 哇 玉兔之约 兔兔那么可爱 胶体都有标注 这个盒子很完整耶 没有凹凸不平 招起的状态还是很硬实 哇 究竟是GP做的太硬了 还是这个铁盒子它太保鲜了 这个是有一点磨砂小颗粒的 还是散粉 细节住了啊 细节住了 加一点 我昨天去小区的超市里买东西 那是那种大型超市 我就想买一个那种 可以配合酸奶一起吃的那种 即时卖片 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店主 结果他找不到 他又把他老婆喊过来了 然后两口子在那儿给我找 我就觉得万一 没找着我不买 我耽误人家那么多时间 他给我找的卖片 都是那种冲热水吃的卖片 都是那种没有果粒的纯卖片 无糖卖片 而且都是那种特大一包 我吃不完呢 肯定会浪费啊 然后我就说我不要了 我就觉得好羞愧啊 下次一定要去买点什么 才能弥补我这个自作多情的羞愧 这人怎么这么自作多情 这个可以搭泡泡 这个我看到了有磨砂颗粒子 磨砂膏的那个小子 我真的很想做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道德绑架我 但是在盛世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 他们都太善良 太热情 太真诚了 我就觉得绑架我吧 我昨天因为一个肉食店的老板娘 非常热情的跟我说了句话 我就去他家店买了两根辣肠 就是那种灌的肠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 用肠衣灌的 什么五香的麻辣的 放上调料把肉盐好灌进去 然后风干一下 然后再一蒸就很香 哦对南方也有 南方是那种广式小甜肠 细细的一根 我有印象超市有卖的 这个质地有点皮皮的 和上一个的风味是不一样的 各有各的风味 这明明是上午的阳光 怎么看着跟夕阳一样 是因为我的心太老太隆重了吗 这个起泡相对要更脆声一点 他们家的香精味道都是那种淡淡的 比较清新的灶感香 还是挺好闻的 这个胶体没有什么面糯感 脆脆的 比较方便卷闻 因为它比较细一条 哦对它这个玉兔之约 上面是有两个小玉兔兔子月饼的 这个月饼上还撒了那种像这种这个这个 幻彩粉散粉 但这个月饼已经干净了 变成月饼手 没有干净 哦 这月饼保存的这么好吗 起泡起到一半放进去 我最近在坚果店办了个坎 我一向就是不愿意去办坎 什么的 但是我这次为什么去办坎呢 因为我在那个坚果店买了一次开心果 我发现是真的比网上那些稍微要便宜一点的品质要好 颗粒要饱满 几乎每个都有开口 而且我吃了一斤 没有一个坏的 但是我之前在网上买坚果 虽然价格也便宜 口味也不错 但是很多那种坏果 不开口了和干瘪的 这样一核算下来觉得 在实体店买干果真的好像会划算 而且会员充值还有优惠 然后我又买了一小盒松子 我发现也没有坏的耶 混了粘土了 手感不一样了 果然呢 这个滑滑皮皮的胶体配上这个粘土 绝配 你们真的好配 这个胶体会更加渲软 更加奶油 这个挺不错的 超乎我的想象了 现在就是特别奶油 nice 那今天就到这儿啦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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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